今天呢 此后您老几位一个 1991年发生在北京的碎尸案 1991年5月10号 凌晨1点13分 北京南站开往加姆斯的1394列车 伴随着沉闷的气提声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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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缓的驶出站台 消失在夜幕当中 车站的班道工李某啊 他发现在距自己大概五十米远的三站台上 有一个深红色的大皮箱 在站台上第四根灯杆的照耀之下 非常显眼 他四处看了看 空无一人 这是谁的呀 还能落下这么大一件行李 拿回去看看再说吧 他走过去想把这箱子拎起来 这才发现破箱子那把手早就没有了 想推着走 这一下还没推动挺沉 他干脆往地上一蹲 把这大箱子给抱起来了 然后去二号搬到房 找他的同事姚某 姚某一看也挺奇怪 你说这人得马虎成什么样啊 得了 咱也别在这儿了 找个地方抬出去 找个地方 咱俩看看 这里边呢 有没有之前东西 要是没有 咱们赶紧上交啊 要是有 是吧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 站台上没有人 他们俩又熟悉环境 一块抬着这个箱子 找了个僻静之处 拿铁锹把箱盖撬开 打开箱子呀 里边是一个带红黄蓝条纹的塑料编织袋 鼓鼓囊囊的 姚某伸出手去 轻轻地把粘在这袋子口上的胶布 给他撕开了 里边是什么呀 这还用说吗 咱这是碎尸案呢 俩人吓得咕噔一屁股就坐身上了 你说是尸体整个的还好 这里边就是一截血淋淋的人体躯干 没有别的部位 两个人呢 坐地上愣了半天 一人抽了根烟 这才缓过点神来 他们商量 这上报不上报啊 你说上报 咱俩私自给撬开了 这不太合适 你要不上报 这里边可是一截子人呢 这到时候再说是咱们俩干的 说不清楚了 思来想去 他们觉着呀 得了 这事太大了 报上去 挨批评挨处分 认了 那也比当杀人嫌疑犯好啊 凌晨四点五十分 位于东长安街的北京铁路公安局 北京公安处行侦调度室里 这电话铃声就响了 打电话的是北京南站公安派出所 跟他们报告说 北京南站发现被人抛弃的皮箱 那桩依据人体躯干 这个情况呢 马上又被报告给了北京市铁路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行侦处 五点十五分的时候 北京铁路公安局北京公安处的处长江湛林 和主管行侦的副处长王道明就带人赶到了现场 紧接着铁路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行侦处的人员也相继赶到 勘察工作马上开始进行 这个红色皮箱啊 长宽高 是七十五十二十厘米 里边是红黄蓝三色的编织袋 编织袋里有一个用两层白色塑料布包裹着的男性人体躯干 背部啊 有少量的暗紫色尸斑 推断他的年龄应该是五十到六十五岁 死亡的时间呢 是一周之内 几个小时之后 撒出去的人纷纷回报说 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也没有人看见谁拿着这个红色皮箱进的站 这看起来就得好好查查了 510专案组在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王道明的具体负责之下成立了 同时呢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把这个情况及时的通报给了车站周围的派出所和分局 常听案件的各位都知道 这时候得开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觉着 这个抛尸可有意思 一般的那是扔到荒山野岭里边 跑不远的 他也得找一个僻静点的地方啊 像下水道啊 地沟啊 哪怕你找个公园 挖个坑给埋了呢 或者说扔湖里边 咱们之前给各位讲过北京龙潭湖公园的碎事案 那就是把人剁碎了 不是那么碎啊 不跟馅似的 拆散了 装一大旅行包扔湖里了 那也算你处理了一下 掩盖了一下 给自己争取点时间呢 这怎么就直不愣挺的戳到站台上了呢 根据北京南站的地理位置 警方确定了 右安门 白芷芳 牛街 陶燃亭 西罗园 天桥这八个地方 为重点区域 要严密监控 同时呢 铁路公安处行侦大队 车站派出所 北京市公安局行侦一处都抽出人来 组成一个五人的追踪小组 到加募司去查访5月10号 这139次列车的乘务人员的情况 5月11号的清晨 宣武区右安门大桥西边 大概100来米的那个路边小花园里 施工店区公安处的干部老陈呢 在这锻炼身体 每天都照样 早睡早起身体好 在这花园里的小道上 趁胳膊拉腿慢慢的散步 突然间呢 他就发现这草坪的树丛里边 黑乎乎的好像有什么东西 走几步过去一看呢 四个崭新崭新的黑色蹄包 老陈这干了多少年公安工作了 警惕性非常高 他马上就把这情况啊 报告给了右安门派出所 同时叫来两名门卫 看着这包 谁也别走过去 谁也别碰这包 万一有脚印有指纹呢 保护现场 接报之后 右安门派出所的干警 很快就赶到了 把这包取过来 轻轻的拉开拉链 一股浓烈的来塑水味 扑鼻而来 这中间呢 还夹杂着水果的香味 皮包的最上层 是橘子跟苹果 下边呢 是一个用白布包着的东西 白布打开 里边是透明的塑料布 塑料布不用开了 里边就是一条 带着脚的人的小腿 这是一个包 一共四个包呢 里边分别装着男女尸体的四肢 现场人员赶紧回报 随后大批的警力就赶到了 现场被封锁起来 经过把这些零件拿回去鉴定 男性的四肢和5月10号 在北京南站发现的男性躯干相吻合 女性的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线索 经过推断呢 死者的年龄大概是50到60岁之间 两具尸体死亡时间大概相同 到这儿 案情就出现了变化了 被碎尸的死者增加到了两个 同时呢 各种迹象表明 这是同一人所为 5月12号 去加姆斯调查的侦察员呢 发回来消息 他们找到了139次的列车员 车组的两位师傅给他们反映了很有价值的情况 他们说啊 5月9号晚上11点多 这列车呀 从库里边出来 停靠在第三站台的南侧 当时站台上旅客没多少 有一男一女这么两个人身边放着一个红色皮箱 和一辆二六行的女士自行车斜梁的 火车停稳之后 这男青年呢 拉着这皮箱就要从4号车厢上车 当时还没到检票的时间 乘务员呢 就给拦下了 大约到10号的凌晨4点20分 车站开始放行 这个男青年抱着皮箱啊 又要上车 车组的新师傅 以为他这皮箱里装的是什么 倒卖的烟酒啊 或者是其他东西呢 就随口问他 箱子里装的什么呀 开箱检查 要不然不让上啊 这男青年听完之后啊 就是一愣 神情有点紧张 然后又故作镇静的 在这衣服兜里来回来去的摸 说哎呀 钥匙没在我这儿啊 然后转回身去 问他同行的那个女青年 箱子钥匙呢 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这女青年听了 还有点不耐烦 哎 怎么能在我这儿啊 这男青年呢 就跟他使了个眼色 那你赶紧回家去拿去呀 这女的机灵 马上就明白了 这是让他走呢 赶紧推上四行车就说 我这就去啊 女青年走了之后 男青年一直站在站台上 直到1394列车开走 女青年也没回来 是男青年也没上车 新师傅说呀 这男青年呢 有个三十多岁 中等身材 圆胖的脸 留着寸头 上车穿一件黑色的夹克 下身呢 穿个驼色的裤子 脚上蹬着双黑皮鞋 女青年比她小点也不多 二十八九岁吧 身高大概是一米六左右 挺瘦的 瓜子脸 留着一个马尾巴发型 身上穿一身灰色的西服 与此同时 侦察人员在永定门一带 也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这永定门桥头有一个热闹 非常的香包市场 侦察员从一个三十多岁的个体老板 那了解到 五月九号上午十点多钟 有一男一女来到这个摊位 买了几个仿阿迪达斯的提报 您看说的多含蓄 其实就是假阿迪达斯提报 这两个人呢 堪称是消费者的楷模 到这来 不挑不选 不看款式是不挑颜色 也不砍价 要多少给多少 背着就走 这种顾客呀 几年也碰不着一回 所以这个老板 对他们的印象挺深 根据他的介绍 这一男一女的相貌 正和139次乘务员 新师傅反映的相吻合 寻找这一男一女 寻找家里有来素水味的人家 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几路小组下去摸牌 在当地派出所户籍民警的协助之下 来到各个居委会 挨家挨户的查访 同时 把这个案件的情况 向本市的所有分局进行通报 5月13号上午9点刚过 市公安局刑侦处值班室 接到密云县公安局报告 说密云县冯家御乡西庄子大队 石佛村的青年综合商店院里 有人在存放在这儿的旅行包里 发现了人头 市区刑警处铁路公安处 是检察院这一长串的警车 拉着警报 唯唯唯唯唯 顺着精密路直扑密云 密云县公安局的同事 介绍情况说 5月13号的清晨 冯家御乡派出所的民警 曾丽君 他坐车在石佛营村下车之后 准备去所里 没走几步 远处青年综合商店的个体经理 张国青就叫他 不好了 我这儿 你过来看看来 张国青说 5月11号中午12点多 他这儿呢 来了一男一女 说是要去黑龙潭玩 有几个包 他随身带着太不方便了 能不能存在您商店里啊 给您十块钱 张国青一听 这有什么不行的 白来十块钱 说好了 第二天 他们回来取 但是到现在也没来人 张国青看着这几个包 就开始琢磨 他们还要不要了 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看着看着 他就发现有一个包的脚啊 往下滴的摊 走进紫棋一看 血水 而且已经开始有味儿了 张国青没有打开这个包 只是心里啊 越来越慎得慌 越想越发毛 正琢磨报不报警呢 曾丽君打他前边路过 他就给叫过来了 经过勘查 这黑色的旅行包里 装着一男一女两颗人头 都是老年人已经腐败了 橘黄色的皮箱里 装着一具女性的躯干 塑料编织袋里 装着被剪乱的死者衣服 还有沙发巾等等东西 石佛村的农民王青山反映说呀 五月十一号的中午 青年综合商店门前 来了一辆小轿车 在当时呢 那地方还比较偏僻 很少有这种轿车过来 几个孩子呢 还把着车门往里看 王青山回忆说 那是一辆深色的出租车 车顶上有黄色的顶灯 汽车前门上呢 印着黄色的手气 或者是北气字样 既不太清楚了 另外 这辆车的右后侧呀 有一条两尺来长的划痕 下午四点左右 这辆出租车就找到了 据车队的人介绍啊 五月十一号上午十点四十左右 一个男青年来到车队调度室 说要租车去秘运 但是他没带够需要预付的四百块钱车费 就只能回去取钱 不一会儿折回来带着钱呢 车队就派陈师傅去了 九一年的时候 打个车就是这么麻烦 陈师傅介绍说 男青年上车之后啊 带着他到了杨桥北里的一个楼底下 他在楼下等着 不一会儿的功夫呢 男青年出来了 后边还跟着个女的 这两个人提着两个包和一个橘黄色的皮箱 装在汽车的后备箱里之后 让陈师傅往密云开 开出去一个多小时 到石佛营村的一家小商店门口 男青年下车把后备箱里的香包全拿出来 进了那家商店 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他空着手回到了车里 叫师傅开车回北京 然后在崇文区东华市一带下的车 具体这一男一女是在杨桥北里几号楼哪个楼门出来的 这陈师傅记不清楚了 这片小区啊 处于丰台和轩武两个区的交界 当时还是新建的居民住宅区 人户分离的情况还挺严重 派出所管片的户卡还不健全呢 在走访当中 十一号楼五门的几个住家反应 五门101住着一对老年夫妇 又好几天没看见他们了 邻居们还挺奇怪 但是听他们大儿子说呀 老两口是换房搬走了 警察一听 这么巧吗 调查的情况很快出来了 101市的老大爷叫刘明德 65岁已经退休了 老太太呢 叫杨淑田也退了 5月14号凌晨一点左右 侦察员们进入到101市开始检查 这房间里啊 空空荡荡的 家具都抬走了 但是可以闻到比较重的来塑水和熏香的味道 门厅的地上还留着微量的血迹 南屋的西墙被重新的粉刷过 世界上再巧的事也没有这么巧的 基本可以认定 这就是杀人碎尸的第一现场 同时 基础人员在垃圾道里 还找到了和包裹尸体所使用的相同的塑料布 联合专案组决定 严密监视这座房屋 扣留所有来这个地方的嫌疑人 侦察员们在退出现场之前呢 在屋里打好了埋伏了 找几个空酒瓶 一个洗脸盆 放在屋门里边 这房门呢 是往里推的 你只要一推这个门 这些空酒瓶子 劈了啪啦就掉一地 5月14号 上午11点左右 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 轻手轻脚的 从袋里掏出钥匙 左右看个没人 才打开这101的房门 刚一推 里边稀了哗啦一片 这人吓懵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还没容他缓过神来 埋伏在附近的侦察员 就已经把他给围住了 他说呀 这个房子是一男一女托他卖的 要价是4万块钱 当时北京九一年呢 各位 杨桥北里一套房 4万块钱 现在4万一平年也拿不下 如果我有小叮当 我要叫他机器猫 坐着时光机穿越回去 啥都不干 就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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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疯了我了 说回来 侦察员就问他 这一男一女现在在哪啊 他说呀 男的就在我们家住 这女的一会儿就到 你们怎么认识的 这女的姓赵 通过新疆一个朋友介绍的 男的姓刘 她是这房主 侦察员正在屋里问着话 这楼道里啊 又响起了脚步声 之后 砰砰砰 有人敲门 这个男人把房门打开 进来的正是那姓赵的女人 小手炕 咔咔两下 就给他戴上了 看起来 他心里很明白 连挣扎反抗都没有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带着他 去重文区东花市 捉捕凶手 这杀人犯呢 是死者的长子 叫刘勇 当年三十六岁 一九八三年 老脚释放之后 还是不务正业 到现在也没成家 这女的呢 叫赵玲玲 当年三十二岁 是新疆库尔勒农场 被开除的人员 为什么呀 太奔放 乱搞男女关系 一九八六年 她丈夫跟她离婚了 法院判她 抚养一个三周岁的女儿 没多长时间 她认识了一个姓张的北京人 俩人同居一年多 又一排两散了 但是这一回 又给她留下一个 没有户口的儿子 一九八五年六月 刘勇呢 在新疆 跟赵玲玲相识了 两个人同居之后啊 整天就是吃喝玩乐 虽然说做点买卖 但是 紧正不够慢花的 他们这消费太高 到后来 这买卖做的也不太好 欠了两万多块钱 度日艰难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号 刘勇啊 回到了父母家里边 开口就要两万 他知道父亲在落实政策之后 国家给了点补贴 母亲呢 也摆过几年小摊 这手里有点现钱 当然 面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爹妈心里非常清楚 这是无底洞 你给他多少钱 也用不到当处 回来还得找你要 再说了 这儿子那就是冤亲债主啊 从小就敢打爹妈娘 老两口恨不得 就没生过这孩子 都后悔小时候 怎么没把他给扔井里头 没要着钱呢 刘勇就一赌气 摔门走了 临走时候还撂狠话 我再也不认你们这俩爹妈了 老两口一听 哎呦 观音菩萨显灵了 刘勇 大老爷们 说话算数啊 当然 刘勇不是什么大老爷们 四月二十号没要着钱 五月六号他又回来了 还是要两万 面对这个无赖的儿子 他爹也没辙 只能说 我不做主 你跟你妈商量去 哎 下午的时候 他趁父亲不在家 就跟母亲要钱 老太太根本就不搭理他 刘勇就在这屋里边砸锅摔碗大吵大闹 后来真给老太太弄急了 起来就开始跟他吵 刘勇从阳台上抄起一根凳子腿 咬牙切齿的跟他母亲喊 不给钱 我打死你老鸭听他 话音没落 这一凳子腿就重重的砸在了母亲的头上 老太太头一歪就栽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当场惨死 打死母亲之后 刘勇没走 就在屋里等他爸 当时老爷子还没退休 到晚上大概十点左右 他下班进家门 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儿子把亲娘给打死了 想反身出去呼救 来不及了 之后 刘勇亲手把父母的尸体肢解 公安干警经过五个昼夜的连续追捕 最终把这个逆子抓获归案 刘勇在1991年的9月被处决 咱们来说一下 1993年发生在广东省英德市的系列杀人 监尸案件 1993年2月2号 广东省英德市英城镇 当地的农村妇女林寅英 带着两个孩子下午出门上山砍柴 她呢 一儿一女 大的是姑娘 小的是儿子 这儿子太小了 她就背着姑娘呢 拿手拉着 砍完柴之后 顺着小路下山 她不知道 背后有双眼睛 已经把她给盯上了 在一处偏僻的路段 这个人冲上来呀 在背后抡起锤子 就往林寅英的脑袋上砸 林寅英倒地之后 大闺女也被砸倒在地上 小儿子呀 还太小 没有什么行动能力 被从后背上解下来扔到一边 然后这个人拖着林寅英就往树林子里边去 这时候 这小男孩小女孩啊都是清醒的 两个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号 这个歹徒怕被别人听见 又返回到小路上 拿出随身带着的灭刀 就是披竹灭的那种 跟小砍刀似的 大部分前边带一弯钩 拿这灭刀 对两个孩子的脑袋 一顿乱砍 您别说孩子 大人也架不住这个呀 小男孩当场死亡 这小女孩呢 是晕过去了 万幸 后来把命保住了 对两个孩子砍杀完毕之后 歹徒又回到树林里 林寅英浑身是血 躺在地上 已经不能动了 但是这眼珠还在来回的转 一看没死透 这人又掏出随身带的小刀 把林寅英给抹了脖子 您说这时候 人都已经成什么样了 那肯定满地都是血呀 谁还能有这心情啊 歹徒就有 可但是呢 由于心情过于紧张 身体条件不允许 没成功 这可怎么办呢 不能白杀撒人呢 想来想去 他在尸体旁边打了个手枪 之后 拿自己带来的防御布 把林寅英的尸体包裹好 仓皇地逃离了现场 过了几个小时 是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吧 有当地人打这儿过 发现了倒在血泊里的两个孩子 一看 认识啊 这赶紧上去 巴拉巴拉 你妈的孩子 醒醒 一摸 这小儿子都已经凉了 这大闺女呢 还有呼吸 身上有热乎气 但是脚不行 处于昏迷状态 村民赶紧登登登的 就往山下跑 找电话 报警 赶紧叫救护车 警察到现场之后 一搜寻 在旁边的树林里 找到了林寅英的尸体 两死一重伤 这算是大案啊 英德市的公安局长 亲自带着刑警大队 英城分局几十名计真人员 连夜就赶到了现场 同时 在各个交通要道 设卡插击 现场就地成立了专案组 从尸体的姿势 和现场所处的位置分析 这应该是强奸杀人 但是在死者的体内 没有发现经斑 这个凶手手段凶狠 连小孩都不放过 再加上他杀人的工具 包括裹尸的防御布 都是自己带来的 这很显然 事先有准备 作案之后 又把这些工具 全都扔在了现场 这也有可能呢 是报复杀人之后 伪造强奸现场 同时 从案发地很偏僻来看 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 警方把侦查范围 划定在现场附近 方圆几公里的乡村 水泥厂 石厂 地质队 修理档等等 可能有作案工具的单位 同时 围绕作案工具和死者的关系人 进行逐一的排队摩查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重要的物证 凶手用来包裹尸体的羽布上 留下了指纹 被警方采集下来了 经过调查 死者和他的家属 跟别人呢 没有深仇大恨 即使个别跟死者家人 有点小矛盾的 他也不具备作案时间 被排除掉了 经过对侦查范围内 17到50岁男性 还有现场周围一带的 精神变态者 开展历时三个多月的摩查之后 一共排除了17名嫌疑对象 但是这些人 不具备作案时间 不具备作案条件 又全都被否 侦查工作 在这个时候 就陷入了困境 1993年2月2号 发生的第一起案件 时隔三个半月 到5月18号 第二起案件发生了 这天早晨七点多 英城镇矮山平馆里屈村 村民邓松帝 在经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 一个黑影从后边冲上来 拿着斧子 朝他的脑袋一顿乱砍 邓松帝当即晕倒 黑影呢 把他拖到树林里 之后又折回来到小路上 拿土 掩盖住了当时滴落的血迹 把邓松帝的自行车 也推到了小树林里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把邓松帝 又往树林的更深处拖 找到合适的地方之后 这受害人呢 仍然没眼气 他又掏出小刀 把他抹了脖子 捡尸之后 他骑上自行车 带着斧子 逃离现场 说话到中午了 邓松帝的家人 看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早晨就上山了 再一想 之前可有个女的 走山路的时候被杀了 哎呦我的妈呀 赶紧出来 沿着他途径的路线开始找 还真就找找了 警方赶到现场 进行勘察走访 结合202案件分析 他们认为 第一 作案都是在白天 第二 作案地点 都是在城郊野外小路 有树林的偏僻场所 第三 侵害对象 都是单独在外的年轻女性 第四 作案手段 都是先击打头部 然后切割颈部 第五 现场都有监尸的现象 第六 现场都遗留着作案工具 或者物品 综上所述 两起案件 可以并按侦查 在现场调查当中 有群众反映 案发前呢 一连好几天 还有案发的当天 有一个年龄在28左右 身高大概一米六七 身材很瘦 剪下巴 鹰钩鼻子 短头发 穿一件长袖花格衫 黑裤子 骑一辆26型男士自行车 车的后衣架上呢 夹着一个长形的带子的男青年 在现场附近转悠 行迹 十分可疑 这多好的村民呢 描述的真清楚 一听这个 侦破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 扩大侦查范围 围绕出现的 穿长袖花格衬衫的男青年 和现场的遗留物 在整个英城北部 竹户竹村的 开展以物找人 从人到物的摸牌工作 一个多月之后 6月25号早晨8点多 还是英城镇 在长岭区 十点钟的时候 一位村民黄秀珍 背着自己的小孩 赶着牛 往树林里边走 一个黑影 从背后冲上来 拿斧子 把他砍倒 又用小刀 把他割喉 然后呢 解开他背上的小孩 扔到一边 把黄秀珍的尸体 拖进丛林里 孩子连惊吓 带哀衰 哇哇大哭 他又折回来 拿斧子 把小孩劈死 再折回去 对黄秀珍监视 之后 又是骑着自行车 带着斧子 逃离现场 又发生一起杀人案 又是大人小孩 双双被害 太恶劣了 这个性质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连发三案 五人被害 应得的群众啊 开始有点恐慌了 公安干警 也觉着哑得 有点喘不上气来 在625现场附近 有一位姓吴的居民 反映了重要情况 他说 自己在案发前半个小时啊 看见现场 曾经有一个和警方描述的 518案发现场附近 出现的那个男青年 特征十分相似的人 还有其他附近 牢索的群众也反映 案发前几天呢 确实有一个这样特征的男人 在现场一带活动 有鉴于此 专案组决定啊 把这三起案件 并按侦查 并且进一步认定 是本地人作案 同时呢 再调整侦查方向 把重点 由英城镇西北部 移到西南部的旧城下街 玉光地区 随后 英德警方又请来 广州市公安局 11处的技术员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案犯特征 进行画像 侦查小组 实行侦查责任制 任务明确到人 紧紧围绕遗留物 和案犯的特征 进行逐户逐人 地毯式摸查 6月28号 下街侦查组在调查当中得知 本地居民温锦雄 在625案发前 一年好几天都穿着 长袖花隔衫和黑色的长裤 戴着草帽 挂着水壶 其一辆南市26自行车 车尾上呢 夹着一个长条的塑料包 往现场的方向去了 再加上他的年龄 体型和相貌特征 都与嫌疑人相符 温锦雄成为了重大嫌疑人 6月29号 侦查组正面接触温锦雄 并且组织现场目击者 进行辩认 但是很遗憾 目击者们仔细地看了一遍 都觉着不像当时 见到的那个人 温锦雄由此被否掉了 警方不甘心哪 哪有这么多巧合呀 长得也像 行动也像 穿的衣服也像 他们又提取了温锦雄的指纹 和202现场 遗留的那个塑料防御布上的指纹 两相比照 和518案 死者自行车上的血指纹 进行比照 奇了怪了 现场的指纹 还真就不是温锦雄的 只能把它排除 同时 派往韶关等一些地方 寻找那块塑料防御布 生产厂家的人 也毫无收获 案件又进入了僵局 转机在一个多月之后 突然出现 7月23号 下街侦察组 在旧城沿江路 进行排查的时候 居然意外的 发现一辆载客三轮 摩托上的这个棚布 跟现场遗留的塑料 雨布非常相似 赶紧把这辆车拦下来 跟车主义了解 这块雨布 出自英城搬运站 赶到英城搬运站 得知 这批雨布 是1983年9月 那也就是当时 往前数十年前 一共加工了205块 到1989年11月 发放完毕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 专案组组织专门的调查组 对领用这批雨布的职工 逐个调查 要求雨布 必须要挨个见面 在调查当中 警方意外的发现 之前已经被排除的 温锦雄的父亲 温世根 他就领用了两块雨布 而且 其中的一块 在春节前后 不知去向了 老温还奇怪呢 那平时雨布 就在那搁着 多少年了 他自个儿没了 我也找不着 哎 结合其他的情况 这温锦雄 又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指定专人对他展开调查 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调查 警方没有发现什么证据 咱们还要不要再正面接触一下温锦雄呢 有人就说 你正面接触了 你说什么 问什么呀 上回该调查的全调查清楚了 你把他叫过来 也是大眼瞪小眼把上回的重复一遍 没有实际意义啊 在警方琢磨的这么个档口 1993年9月12号早晨7点多 英德市大战镇蔡州管理区夏村 村西侧的蔡地里 女青年胡福莲正在摘茄子 有人从背后冲上来 用刀在他后背上一顿乱炸 这胡福莲反应很快啊 他常干活的也不白给 一边跟这人搏斗 一边扯开嗓子就叫救命 在搏斗当中 他撕破了这个歹徒的衣袖 而且让他的右手拇指啊 被刀给划伤了 凶器掉在了地上 那个歹徒怕被人发现 就在附近把撕坏的格子衬衫给扔了 之后骑车逃跑 警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 但是受害人胡福莲 由于受到这突然的袭击 慌乱当中没看清暗犯的相貌 光支吧 但是警方呢 还是在现场附近 找到了那件带有血迹的花格衬衫 这就好办了 您别忘了 咱还有警犬呢 这件衬衫 它就是绣员呢 警犬的辨认结果表明 912案件的凶手 正是嫌疑人 温锦雄 警方找到他 问他右手这伤 是怎么回事啊 温锦雄说 这是我剁鱼丸的时候伤的 他倒没说多粗面 他父母也证明 那天下午 他确实在家堕鱼丸 这时候 警方还没有掌握到足够的物证 慎重起见 决定对他 采取跟踪和全面调查 相结合的 欲擒故纵的办法 进行重点控制 同时呢 警方还对他的家人 进行引导教育 他父亲老温终于说了 除了那块语布之外 家里头还有一把水管 焊成的铁锤 一把灭刀 春节前后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老温呢 也曾经好几回问过温锦雄 可他就说不知道 锤子 刀 和尸体上的伤痕 全都对上了 那块语布也对上了 再加上他的体貌特征 行动轨迹 虽然说指纹不是他的 但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 侦察人员秘密地搜查了他的住处 发现他的一双塑料凉鞋上 沾着血迹 一检测 两个人的 分别和625和912受害者的血型相同 而且他鞋底的这个文献呢 跟912案现场的血印一致 这就叫关键证据 警方在10月23号 把温锦雄收容审查 温锦雄啊 也不白给 抓进来之后死扛 面对着这些证据 就跟那耍赖 不知道 不是我 不是不是就不是 10月23号抓进来的 一直到11月9号 经过17天的攻心 温锦雄也明白了 自己无论如何 是逃不过去了 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 在上边讲的那些过程 都是他交代出来的 这个系列杀人监视案 从案发到破案 历时将近一年的时间 侦察工作一再受挫 但是大家都抱着 不破案 不收兵的这么骨子劲头 您说有没有运气成分呢 如果没在大街上 发现那三轮摩的上的防御布 那这案件还真不太好说 可能时间会拉得更长一些 但是咱们也说回来 能够发现这块防御布 也是咱们侦察员不眠不休 大力排查的结果 变态杀人魔被绳之以法 应得又恢复了平静 1993 广东英德温锦雄 系列杀人监视案